现在已经是晚上时间的11点半了 我刚刚离开了武夷山的武复镇 然后呢刚刚把车开上了高速 到了第一个服务区 然后我想说的是 武夷山呢一直是福建的茶叶名片 所以呢这次我去武夷山就走访了几个茶山 那主要是严茶为主 因为这个是朋友的茶山嘛 今天晚上又跟朋友吃饭聊天聊到很晚 所以11点半了我才上高速 那今天呢我本来是要开到湖南长沙的 将近600多公里啊 但是今天肯定是开不到了 现在是先把车开上高速 然后开累了之后呢 就随便找一个服务区住车休息睡觉 然后呢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早一点起来 那个时候呢精神状态是最好的 而且呢那个时候也是白天嘛 关线比较充足 比开夜路要好很多 所以呢我就选择 在服务区休息 那也没有去选择住民宿或者客栈 或者酒店的原因 就是说如果我一旦去住酒店 我还要把行李帮到酒店 挺麻烦的一件事 而且呢就是住酒店太舒服了 很有可能我一觉就睡到大中午了 这样是挺耽误行程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旅行本身就是一件挺辛苦的一件事情 特别说旅行自媒体 就是其实我的旅行当中的时间是被排得非常满的 就算是有空的时候也是花在剪视频跟传视频上面 虽然辛苦啊 但是我觉得这一路走下来还是挺值得的挺开心的 因为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热爱旅行嘛 好了我现在准备继续赶路了 我可能会在下一个服务区 大概60公里左右就休息了 因为呢早一点休息明天就可以 找一点出发 那下面呢我最主要的是要去湘西一带去走走看看 好了我现在终于到了服务区准备睡觉了 那是我的睡袋 然后我就在睡在车里面 好了大家晚安 明天早安见 嗨大家好我是小林 我现在在南平的一个服务区 昨天晚上呢我就在这个服务区里面过夜了 还有就是我今天可能要一口气开到长沙 然后在长沙休息了一天之后呢 我就开始湘西的一个自驾游 我曾经做了一期长沙通宵大挑战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在长沙 就是一个晚上不睡觉 然后不停的在吃 或者是在找一些其他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比如说去书店看书啊之类的 很久没有在服务区里面醒过来 这种感觉是那种又辛苦又开心 确实旅行在路上的时候身体是比较疲惫的 但是心是比较愉悦和开心的 好了现在准备出发了 我给车子加了这个一个遮阳帘 大家看一下这个 它可以挂上来 然后这样扣住 两边都可以 然后昨天晚上呢 我就把这个遮阳帘给盖上了 就是蛮管用的 其实安全感还蛮强的 昨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一点都不热 大概气温在25度左右吧 就是感觉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 然后今天等六点半的时候 太阳出来了 然后就被太阳给热醒了 所以现在不得不出发了 起码出发在路上的时候 还可以开个空间 现在开过去还有592公里 大概还要有6个小时的时间 今天一天的时间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现在准备出发了 我像风一样自由 就像你的温柔 无法挽留 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 你走吧 最好别回头 不尽的漂流 自由的渴求 所有沧桑 独自承受 睡了一觉起来 早上开车的精神状态确实非常好 而且在白天的时候 你看到的窗外的景色是那种 郁郁葱葱绿油油的那种非常舒服 如果是晚上开车的话 就比较单调跟滑味 大部分情况下面 我是落地驻车的 因为考虑到这个 从福州开到目的地的成本 还有时间的问题 所以我一般都是落地驻车 我车的话 其实跟我开过去的话成本是一样的 那我就想带着这一辆我的小白 然后到更远的地方 开着它这么多年了 就带它出来晃晃 出事故了 所以堵车堵了很久 我刚才看到有人躺在地上 希望没事吧 希望没事吧 我希望你带着掌控打我的派 那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 继续